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 肖战电影又要上央视了 这次不是朱仙 失去肖战后一蹶不振 如梦之梦曝光五折卖票 胜票颇多 肖战离开如梦之梦损失惨重 门票低折扣出售 难见抢票升狂 官媒霸气为肖战站台 直封肖战是演技实力派 不愧断层顶流 肖战电影又要上央视了 这次不是朱仙 近期据央视发布的一则消息 肖战主演的电影将再次在央视上映 这次不是朱仙 也不是其他任何一部电影 而是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 央视发文写道 肖战 王大陆上演高空惊险比拼 这高度看着都腿软 电影苏人特工将要在央视上映了 这是一部由远锦林自编自导 王大陆 米拉乔沃维奇 张荣荣 许卫舟 刘美彤主演的动作片 素人特工在故事情节上 该片讲述的是跑酷爱好者赵峰误打误撞 闯入了一场国际犯罪交易 稀里糊涂地来到了欧洲 遇上了前来出差的国际刑警淼淼 两人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这部电影虽然不是肖战主演 但是它在央视的重新播出 依然让许多观众充满期待 其实说起来就在不久前 由肖战 李庆领衔主演的朱仙 在央视刚上映不久 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 很显然央视看到了肖战的影响力和带来的收视率 才将肖战的另外一部电影 素人特工上映了 在这部电影中 肖战并不是主角 只有寥寥几个镜头 但是这并不影响观众对它的关注和期待 当然了 想当年 素人特工在演员阵容上也是非常强大的 该片的主演包括王大璐 米拉·乔沃维奇 张荣荣 许卫舟和刘美彤等知名演员 他们在电影中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 尤其是王大璐和肖战的精彩演出 更是让观众们大呼过瘾 此外 电影中的动作戏份也是非常精彩的 特别是在高空中进行的精险比拼 更是让观众们心跳加速 不禁为演员们的精湛演技而赞叹不已 此外 电影素人特工的主题也是非常有趣的 该片讲述的是 跑酷爱好者赵峰误打误撞 闯入了一场国际犯罪交易 稀里糊涂地来到了欧洲 遇上了前来出差的国际刑警淼淼 两人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这个故事情节非常吸引人 同时也蕴含了许多深刻的哲理和启示 通过这部电影 观众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 人性中的善良与邪恶 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斗争和冲突 此外 这部电影还表达了对勇气 信任和友情等价值观的思考和探索 总之 素人特工这部电影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作品 虽然肖战在这部电影中的戏份并不多 但是他的出色表现依然让这部电影备受关注和期待 此外 这部电影的强大演员阵容和精彩的剧情也使得他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 相信在央视上映后 这部电影将会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和口碑 失去肖战后一蹶不振 如梦之梦曝光五折卖票 胜票颇多 近日 网上曝光肖战之前参与的话剧 如梦之梦居然五折卖票了 被有些人调侃 这是没有肖战后一蹶不振了 肖战参演如梦之梦的时间里 这样的事情闻所未闻 甚至每一次都能够导致系统崩溃 一票难求多次陪跑可不是闹着玩 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肖战和如梦之梦合约到期后 连锁反应非常大 门票剩余多 热度也大大减弱 据悉 如梦之梦失去肖战后似乎一蹶不振了 被曝光门票五折出售 这样的事情在之前可从来都不敢想 肖战饰演五号病人的阶段里 如梦之梦演出门票可以说是一票难求 每次到了抢票时间 在此之前系统都崩溃 很不容易进去了 座位都被抢完了 如今胜票颇多 变化还是非常大 当然在这里并没有讽刺的意思 而是实打实看到的情况 肖战参演过如梦之梦 离开后也松祝福 我们自然也希望如梦之梦可以越来越火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达了祝福 也不禁感慨万千 要是以前有这样的事情 做梦都可以笑醒 也不至于每次都是陪跑 成为了永久的遗憾 毕竟肖战没有饰演五号病人了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身上优秀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实力派演员 正能量偶像 温暖励志 积极阳光 敬夜奉献等 这些都值得学习 总之祝福如梦之梦 也祝福肖战 跟随肖战的脚步 期待肖战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提前祝福肖战新电影 射雕英雄传杀情快乐 这部电影在春节档就要上映了 这个春节让我们和肖战相约电影院 不见不散 肖战离开如梦之梦 损失惨重 门票低折扣出售 难见抢票胜狂 近日 网上报道如梦之梦的最新消息 看起来肖战离开如梦之梦 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门票居然开始打折出售了 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如今居然低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 在难见到昔日的抢票盛况 系统崩溃 一票难求等这样的画面 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据悉 自从肖战离开如梦之梦后 如梦之梦热度减低不少 成功举办了一次 说实话反响平平 没有之前那样的超高热度了 另外肖战不在誓言五号病人后 如梦之梦也算是损失惨重 如今被曝光 居然打折扣出售门票 要是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也感到不可思议 但这就是现状 尽管我们从来都没有说 肖战的作用不可替代 但可以确定的是 肖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肖战和如梦之梦的合作到期了 肖战本人也发视频祝福如梦之梦 我们大家自然也都会跟着肖战的脚步 祝福话剧舞台 至于去不去现场 但凭心意 总之还是那句话 祝福如梦之梦 也祝福话剧舞台 感谢这样的平台 让肖战又一次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我们不会忘记如梦之梦 与此同时 这段时间的肖战一直都在剧组拍戏 新电影《射雕英雄传》就要杀青了 提前祝福肖战杀青快乐 也期待这部电影在春节当上映 官媒霸气为肖战站台 直封肖战是演技实力派 不愧断层顶流 近日 青年演员肖战主演的多部电视剧都在热播 尽管《玉骨遥》 《娇阳伴我》和《梦中的那片海》都收官 但是影响力不减当年 甚至非常多官媒都在为肖战站台 夸赞肖战就是演技实力派 不接受反驳 值得一提的是 官媒还详细介绍了肖战身上的标签 我实力派演员 也是断层顶流 这都是名副其实 据悉 官媒霸气为青年演员肖战站台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这一次直封肖战就是演技实力派 也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断层顶流 具备超高的影响力 也是一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身上优秀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无可挑剔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这样的好演员 从来都没有让观众失望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自然都非常认同 也都纷纷感谢媒体和观众朋友们 对肖战的认可 这也是对肖战的激励 相信肖战一定会继续努力 在创佳季 如今的肖战 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 就要在春节当上映了 爆料还要进藏海戏林剧组 可以保持关注 总之恭喜肖战 肖战也符合这样的标签 还是那句话 肖战是值得期待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值得追随的正能量偶像 希望肖战可以继续努力 未来可期 与此同时 我们跟随肖战的脚步 脚踏实地 勇意前行 追逐梦想不言放弃 不辜负青春和热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